那你不是賺到一個很奇怪的畫面嗎 我看那個主人臉綠了三條線 馬不能劈腿 馬一劈腿那個就一定會骨折啊 百萬名居聖命女神 哪隻馬就報廢了 駛逞殺場的這個命名 就廢了啊 因為馬是這樣子 這種是競賽用的馬 即便骨折那骨接的回來 可以治療得好 但是就跟投手一樣嘛 投手只要開過一次手術 基本上後面的成績都不會比 本來原來的更好 跟王建民的狀況一樣嘛 王建民你能期待他比以前更好嗎 不行嘛 勝利女神已經變成失敗女神了嘛 那我你 那勝利女神 對啊 那勝利女神他一百萬了嘛 給你搞到骨折 他怎麼跟你算帳 還好我是小助理 你要去跟我們製作人 去跟那個製作公司的老闆談 好 那還好 這個製作公司的老闆 跟那個馬場的老闆 他們之間私下是有互動 我是朋友啦 那也是東獎七獎 那總之不可能嘛 我去哪裡生一百萬兩百萬 去陪你這隻馬 而且你只是受傷而已啊 那那個雖然以後不能再用了 我比較感傷的是我曾經弄過三隻羊 因為那時候要演短劇 要演蘇五木羊 所以老闆就說蘇五木羊 沒有羊怎麼叫蘇五木羊 我說 對啊 有道理 我說不能去 像我們現在要講蘇五木羊 就應該要羊的畫面 不然怎麼做什麼電視 那我跟老闆講說 不能去那個快樂營那種地方 借那個幾個羊頭套來 不行 這樣子人家會笑我們沒有能力 對啊 而且很可笑啊 所以我是想盡辦法 台北市內沒有羊 東打廳 七打廳 跑到桃園 觀音鄉那附近 終於有一個農民 養了很多羊 我也是過去跟他好說歹說 他也跟我說 羊要注意喔 羊很容易 羊很容易驚恐 所以你稍微有什麼不對勁的話 羊可能會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生 我也是養一套道理這樣給他聽嘛 羊來攝影棚 比在你這裡安全 我攝影棚 還有冷氣可以吹 然後美女可以看 對 我就把三隻羊 搞來那個攝影棚 那羊這次不是因為燈光 或者是觀眾的原因 是因為攝影棚忽冷忽熱 錄影的時候冷氣開放很冷 那錄影空檔的時候 又關掉很熱 忽冷忽熱忽熱 到了晚上呢 就一一的相繼的掀飾了 過往了 我才弄過來一天 羊都全掛了 早上那個九點進攝影棚 到了晚上 你早上九點才錄而已 對 可是到了 到晚上十一點才結束 十一點就死了 就死光了 那怎麼辦呢 一天之內死了 三隻羊 三隻羊相繼上天堂這樣子 最難看的是 把這三隻羊載回去的時候 我記得 我如果你記得那一幕 是我當我那個貨車 接近那個農民的門口 農民的主人 那個黃老闆 他說黃老闆 你回來了 你回來了 我的羊還好吧 然後我就兩行清淚 穿倉而流 我要怎麼辦 我也沒有回答他 然後我就把車開到他門口 他把那個 那個木 那個 一揭開 當場他就狂哭 一個六十五歲的老人 他就哇 我的羊 我的羊 他就這樣哭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充滿遺憾 而且人家可能養了很多年 很有感情 有感情 然後我一直跟他抱歉說 這個善後賠償的事情 我會再跟你喬這樣子 因為我很想離開現場 因為我受不了 一整家 一整個屋子裡面 有的人圍著三十養在那邊痛哭 然後我就回到家裡面了 回到家裡面 到了凌晨兩點 一直良心過意不去 我想說我應該打個電話 慰問他 我就打電話前 然後黃老闆 我聽到他口氣還不超 怎麼樣 然後我就聽到裡面 有人唱卡拉OK 說黃老闆 對不起 黃老闆你在幹嘛 我在唱卡拉OK 唱卡拉OK 怎麼這麼好 對啊 你把人家養弄死了 人家是好主要好奴賜啊 所以講到這個動物 小王 你們連麻將節目也弄動物到攝影棚 因為之前 以前的節目很喜歡用動物來懲罰別 所以那時候我們又把動物拿到棚內來 所以那時候我們也找了很多動物 有蛇啊 有蛇啊 蟲啊 蛛子 通通都有 那基本上 拿動物來棚內就很危險 那基本上是 有沒有觀眾檢舉 如果你的動作 觀眾覺得說 譬如說你摸他 太大力摸他 他就覺得你在騷擾動物 所以是主觀意識的問題 所以是主觀意識的問題 有一次呢 我就碰到我們那個台的那個常副總 他說玉琳來看 那小王把搞什麼鬼 我說怎麼了 小王搞什麼鬼 搞的動物 動物也沒有保管好 搞得 突然有一隻蛇從我的辦公室 辦公室滑過去 一下子從那邊冒兔一隻老鼠 跑掉了 搞得整棟年代大樓 被人當動物園 他們說動物都很愛公司 你知道嗎 而且我們還發現 你等一下 小王大製作人 人家至少發一發 就送回去 你把動物讓成動物園 你把辦公室當公園 重動物沒得借 因為現在不有人借動物了 他們就買下來了 比如說蛇 我們後來有養蛇 蛇要吃白老鼠對不對 我們就把白老鼠 放在蛇的那個窩裡面 結果發現 原來是白老鼠在吃蛇 真的 我們那邊看到那個 那個水族箱裡面看到蛇 然後開始在扭啊 扭扭 我以為好 等一下水族箱怎麼會養蛇 沒有就是空的水族箱 沒有放水的 就放在你 就蛇放在裡面養 然後放兩隻白老鼠進去 然後我就想說 吃白老鼠很正常的嘛 小白老鼠 結果發現蛇一直不停在扭動 就仔細一看 那個蛇的肉被吃到整個一塊 然後兩隻老鼠就丟在那邊 一直吃 一直吃 所以小汪你那一陣子 是為了做這些節目 你養一大堆奇奇怪怪的動物 對啊 養過是蟲啊 蛇啊 老鼠啊 兔子啊 老鼠兔子 那難怪常副總受不了 你想想看 一個年代大樓 一個堂堂大電視台 一個時尚嶄新的大樓 然後總經理副總每天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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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年代電視台 搞得像年代動物園 可是他也平常沒時間 看到動物 我想看一看也不錯 真的 好 小汪廣是有成功製作的特質 就完全不怕死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過後再回來 剛剛玉琳講 如果換單元沒有用 就弄動物 弄動物再沒用 開始換人弄人 好 怎麼換人弄人 我們廣告之後 回到節目現場 好 剛剛講到小汪 你是王牌大製作人 是做麻將招牌節目的製作人 結果把電視台辦公室搞得像動物園 然後佩珊跟你是同事 佩珊你們以前還幫他抓蛇抓老鼠 那段時間他們流行恐怖箱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你們連麵包蟲都養 麵包蟲 麵包蟲 什麼叫麵包蟲 我一直做 有點長得像那個 古時候廁所的那種廁所蟲 有點像驅蟲 就是驅蟲 這麼噁心的蟲養來幹嘛 我們都是上百隻的買 張王也是上百隻的買 買一百隻的蟑螂 跟一百隻的蟲 蟲是論精算的 就是一把 多少 就是問精算的 然後就把麵 反正就是一個那個 保麗龍的那個盒子裡面 然後反正一個蓋子蓋起來 然後把它打開 把麵包丟進去 然後把它蓋起來 每天都這樣養 我沒有辦法跟你做同一個辦公室 那你吃過吐司麵包夾麵包蟲 這樣一起吃 沒有 以前終於節目 真的還蠻好吃的 高蛋白 對 很像那個蝦味仙 很像蝦味仙 很像蝦味仙 它富含高蛋白加原蛋白 對 真的 好 那你們這些人除了玩動物之外 據說單元化沒用 就玩這些五四三 玩這些五四三沒用 就換人了 對 換主持人 老師這樣 我們剛進這行的時候 就像我們以前不習慣說 有朋友要跟我們 道別 要離別的 同樣的 我們剛做節目的時候 一個節目做了那麼久 突然面臨要換主持人 老實講那種內心的那種 不捨跟難過 我記得我聲明第一次節目 因為做了兩年 然後這個主持人 因為收績不好 必須要把它換掉 是我老闆下令的 我難過到 我沒辦法 我一直哽咽 我也沒辦法跟主持人說出口 真的假的 你在家難過哭嗎 對啊 真的難過哭 後來我跟這個主持人 我不相信 我跟這個主持人講 然後主持人說玉琳沒關係 我知道你是挺我的 都是那個老闆不好 他還約我出來 然後我們在一個地方 住在沙發上 還相擁而泣 然後我們就共同 咒罵那個老闆 咒罵那家監視台 說都是他們那個 他們決定的等等的 那到後來呢 慢慢長大 節目越做越多 換了節目主持人越來越多 就是說人就會變得心比較硬了 就換主持人跟他換衣服一樣了 因為就常常要換 一點感覺都沒有 對 就變成習慣成自然了這樣子 我們曾經換過一次比較離奇的是 其實我們換一個主持人 從來都不好意思當面跟他講 所以主持人永遠跟那個 被外遇的老婆一樣 全世界就是他最後一個人知道 你的意思是說 你們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要換主持人 然後他想在就是說 比方說 我已經決定把你換掉了 對 可是如果你是今天是最後一天的主持 我不能先讓你知道 先讓你知道 你今天就鑰匙不我 你...怎麼樣... 真的 你就沒那個心情了嘛 對 沒有感覺了 所以一定要... 要撐 撐到你把這天的工作結束了 然後... 然後結束收工 你就說你要換我嗎 收工了以後 他說官官姐 來喔 今天是你的最後一天了 他說 你就會...這樣子嘛 然後再告訴你這個來龍去脈 反正你要怎麼抓狂事情有事 因為反正... 反正已經錄完了 對 那聽說有一次八哥就在飛機上 對 才發現自己被換 那一次是那個... 那個... 當時我們的那個製作人 他已經決議了 因為那個節目因為長期肌弱不振 可是呢 因為他是一個資深的大牌主持人 對啊 在那個年代他算是很OK的 因為好幾個節目都是收視第一 好 所以一直在他面前就開不了口 到最後變成怎麼樣呢 有一次他就跟製作單位請教說 因為他要去參加那個... 那個國家的這個衛喬的這個... 加拿大嘛 他那時候老婆小孩放在加拿大嘛 然後順便也要去那個衛問喬包 有一個表演 然後我們想說 這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因為不好意思當面跟你講 那不如趁你不在的時候 那這樣子也比較不會尷尬 結果史上第一個主持人 是在什麼地方知道自己被換掉的呢 當他搭上了那一班華航 在飛機上面跟空姐要了一份中國時報 打開一看影劇版的頭條 那他沒辦法抓狂 為什麼呢 當時那個飛機上也不能... 現在也是一樣不能講手機 對 所以他一定要撐過那十幾個小時 以後才能夠反應 而且你們沒有人跟他講 一點尊重一點禮貌都沒有 對...其實那個處理是很不當也很不智慧的啦 可是也只能夠這樣處理 我曾經處理過一條更大條的 多大條 那個是...那個主政是誰 那個主政是胡瓜 是瓜哥喔 那瓜哥... 你們連胡瓜都這樣說換就換 瓜哥主持了一記 沒有...那收視率就不好 不好很多原因 也可能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啦 當然不能都怪他 那我們就決定要換主持人 換一票年輕的組合 想說吸引...因為暑假要到了 吸引年輕的觀眾 那瓜哥這麼大咖怎麼辦呢 那個時候我還有老闆 我老闆都不敢跟他講 我記得我坐在我老闆李丁隆的辦公室裡面 然後這樣子討論了一個小時 我說老闆 這個瓜哥那麼大咖 對...應該是你去講吧 你是老闆你不講 然後玉琳 沒有...我有包袱 我跟他是好朋友 你來講比較客觀 然後那個老闆不對... 什麼我來講 那我壞的都有在做 然後玉琳...沒有...你還年輕嘛 你未來的前途還很長 你得罪他有什麼關係 還有青青蛙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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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蛙 所以講到這個換人 真的是很傷感情 小汪 你們有一陣子 女主持人 從前面這個正妹 換到後面這個妹 一開始是從蕭鼠勝判潘慧如 潘慧如換趙小喬 所以你們一共是有三任主持人 她是第一個 她是第二個 因為一開始蕭鼠勝的原因 是因為她的負面新聞太多 事實上她錄影狀況 一直以來都非常多 她甚至有那種臨時 早上Can't錄影 不來錄影的 然後後來 然後後來又有一些 就是她自己私人的行為 所以我逼不得 我們就請她請辭 所以我們換了潘慧如 然後潘慧如跟趙小喬的原因 是因為一方面 這節目久了 因為這節目到現在 目前為止五年了 然後好像慧如主持了三年多 然後基本上我們也想要做一個 全新的一些改變 那包括主持人的部分 那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舉辦了一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主持人的PK 那時候有請了一群女主持人來 然後包括潘慧如的部分 來爭奪這個主持人的位子 所以當時有好多個類似的候選名單 這幾個妹都是其中 曾經是候選人 對… 所以到後來因為 包括慧如她自己有一些失事 所以我們才換了小喬 對… 那換女主持人的部分 她們的命運好像也換過嘛 對不對 對… 因為早期其實早期的那個女主持人 不是現在這一位嘛 對… 那那時候是因為就是 她們內部的關係 那就是說… 之前那個女主持人的男朋友 就說要把他們再帶到另外一個電視台 去開另外一個那個秘密節目 那那時候就沒有辦法 就他們就全部就… 那一群人就到另外一個電視台 去做秘密節目 然後後來我們這邊就少了女主持人嘛 那當時我們就有公開 我們就想說那要找誰 其實試了幾位 像丁柔安啊 還有其他滿多人有來試過 那那時候最後其實我們就覺得說 像靖淳跟季晴 季妹妹 這兩位都還不錯 因為滿有婦女觀眾緣的 那你們二選一的時候 怎麼選哪一個女生 那時候其實我們內部也有兩派意見 就是各有擁護者 然後我們有上網 我們有上官網 就是尋求觀眾的投票 就是看大家喜歡誰 其實是透過公平公正公開的那個儀式 大家來投票 並不是說我們暗自私自說 誰給我們好處 沒有這樣子 是真正的有公開去選舉 然後後來就是投票的結果 就是婦女觀眾比較喜歡 淨淳多一點點當時啦 所以小汪你們當時 這個也是有一點點票選跟競賽的流程 基本上是競賽的流程 對 我們沒有票選啦 我們就競賽 所以不夠專業嗎 這樣打得不夠好的 其實就不夠誇了吧 基本上是 沒錯 那除了這個之外 製作費的預算有沒有關係 比方說如果有主持人殺價競爭 基本上 我們當然希望主持人越便宜越好 因為基本上是省製作費的 那基本上 當然主持的價錢是有些差距的啦 所以我們當然會有一些選擇性 就是比如說我們需要麻辣好 因為麻辣不要吃草 所以我們的邏輯就是這個人 價錢合理 然後狀況不錯 我們才會選擇 對 好 那講到了做這種節目 很多觀眾朋友心裡有一個feel 就是大製作人好像吃香喝辣 又名利雙收又一堆妹 那到底做電視製作這個工作 是不是真的一大堆好康的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好 講到電視圈的電視製作人 有些人都覺得製作人吃香喝辣 那有沒有吃香喝辣呢 我們家的製作人Water 就決定找曉飛的臉書看看 結果一桌曉飛的臉書 全都是正妹好友 只要做電視製作這個工作 是不是一堆妹都會主動貼上來 貼 現在貼是還不至於 但是會想要認識 就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收集正妹也是我們的工作職責之一 你的意思是說 收集正妹本來就是你的日常的 專業的訓練 對… 這是公務 因為任何節目都用得到正妹 不管是主持人 或是節目內容的使用上 都會用到正妹 比如說送人自用兩箱椅 送禮自用兩箱椅 對 正妹是做節目必備的良藥 對… 必備的良藥 必備的 那講到這個良藥 據說有些大牌主持人 就是一定要看到正妹 才會開開心心的錄影 譬如說像李敖 或是說聊啊 對 他還有限制一定要幾歲這樣 真的假的 真的 他要幾歲 洗澡水啊 對 真的喔 如果超過他就必要 對 超過就怪你說你發這什麼咖啦 這會不會被告 不會 我們會幫你播出 其實正妹永遠是攝影棚裡面 最好的調和技 有時候大牌主持人 他的情緒就是忽然就會抓起來這樣子 你也不曉得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嫌道具 嫌內容 嫌藝人卡司 有可能是昨天打麻將輸錢 對 所以你現場裡面知道 有幾個正妹擺在這裡 正妹等於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塑化技 對 他就是可以調和 讓它變均勻 整個氣氛變好 大牌主持人在正妹面前 他就比較不好意思發脾氣 因為他不要讓正妹看到 他不好的那一面 我們曾經做過這個試驗 絕對這個是有百分之百的加分 那主持人在那邊主持人 他只要旁邊有正妹來賓 或者是素人在的時候 他就比較妙語如珠 他變成不是在表現給觀眾看 他在表現給妹看 那妹如果笑了 他就會更嗨 他就覺得嗨了 開心了 腎上腺素就會分泌 就會發作 那旁邊妹妹的時候 腿共腿的時候 他就在那邊要死不活 對 他在那邊閒東閒西的 所以大牌主持人 他不是主持給觀眾看的 各位觀眾朋友 他是主持給正妹看的 他是為了讓 因為他看不到觀眾 但是正妹現場會給他反應 對 很密集 所以曉飛你伺候乃哥 據說就是正妹加上狗腿 對 就是先看到乃哥的時候 就先稱讚他 乃哥 哇塞 你今天怎麼這麼帥 巨星巨星巨星 掌聲歡迎乃哥來到我們的現場 對 然後乃哥就 他本來心情不好 他會先瞪你 然後說來啊 再來啊 我說乃哥我告訴你 你連生氣起來都這麼的帥 他說我告訴你 你這樣非常的狗腿 但是我喜歡 所以他就吃你這一套 對 然後一講完 那個妹又把那個三明治 來 乃哥你的午餐這樣 還要鞠躬乃哥你的午餐這樣 那乃哥一整天FU就好了 就開心起來了 上台就廟女無珠 如有神助這樣子 然後那個妹上台跟乃哥講話 就一鞠躬 下台也要一鞠躬再回來 所以要發這些專業的妹 真的很專業 對 然後這些妹在看我們被罵的時候 他自然就會上來 故意滴茶水給主持人 對 那小王 據說你伺候這些大牌主持人 也有很多順著毛摸的妹妹咖咖 算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因為 我們跟主持人基本上 如果在討論節目那種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對立的 因為他覺得你不好 因為他看不到你的好 他覺得這不好玩嘛 等一下 對 你是說你製作人常常被主持人叮這樣子 就說這個是什麼本 今天幹嘛要錄這個 我覺得我們在提新單元的時候 會有很多問題是 我們覺得很好玩 但主持人覺得他不好玩 主持人說這什麼好玩的 那我們 就算我們唱作劇家 玩給他看 他也覺得很不好玩 所以基本上 主持人他有他的想法 那比如說我們一次錄影就錄四集 那我就說好 兩集順著你 兩集你順著我 哦 就兩集順著我嘛 很簡單嘛 我們看收視率嘛 你好我就聽你的嘛 我好你就聽我的嘛 我覺得大家就不用爭了 所以基本上主持人也不會覺得他沒有被尊重到 所以我就兩集錄你的 那兩集我的是因為老闆要的 我覺得大家就互相退一步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像我的主持人 像比如說乃哥 我們會有一些節目上一些爭執 可是我們在爭執之前 我會先讓你先錄你想要的 那等到你錄完的時候 我說那拜託讓我錄個兩集 我好可以跟老闆交差 那他就讓我錄個兩集 那很多時候就看收視率一定見真章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也不是順他的毛毛 就是你有你想要的 我有我想要的 我們大家找一個平衡點 那我覺得大家都何樂不為 對 我覺得當大製作人要八面玲瓏 你要按耐得住你的主持人 然後你的來賓 然後你這一些工程人員 然後你其他的一些製作人員 連動物都要按耐好 對 連動物都要管好 不然會變成公司幫你抓動物 好 那Joan 聽說你們命理節目 主持人 因為喝多了贏的好脾氣 這個是市場大家有目共睹的 可是聽說 不要你懦疑 對 可是聽說有一些命理老師 會刀你們這些製作人員 然後還對於主題 對於發什麼通告 都一大堆的意見 有一個命理老師是大師級的人物 誰 那他非常喜歡華麗的進場 就是通常他如果來出現的時候 大家都要非常仰慕點光看著他 好 那這一位大師 然後在後面又幫他轉雨傘 對 對 然後這位大師級人物 他有他自己的那個黑名單 比如說今天觀眾來 可能講了一句說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 那老師就會說 他會私底下跟我們講說 下次不要發這個來賓 所以他自己有他的黑名單 你們的命理老師都有黑名單 沒有 只有那一位大師級的 好 那後來就是說 他會有他的黑名單 就是他覺得不好的話 那有幾次他就跟我們講說 你們的主題 我覺得你們的主題 感覺不太好 對 今天幹嘛講小三 今天幹嘛講風之戀 他就說 我幫你太好了 我幫你太好了 我幫你太好了主題 保證就對了 好 那我們就想說 好嘛 那老師這樣子 那就讓你去想 我們就讓他去想 好 想了之後呢 他就給我們幾個主題 然後我們就做 結果後來做了之後 其實收視率未必比較好 但他私底下 就會去跟別人講說 他們的團隊很不認真 連主題都要我來想 來賓也要我來想 請託 那其實是 我們做他不滿意啊 對啊 所以你們發的這一些咖 有的時候 也是一大堆美美嘎嘎 要按那也很難處理 對 只有那一位 否 那一位 因為他自己大概有 三 四位的黑名單 不同台黑名單 然後有一次 其實腳本都出來了 那他可能看到 因為他也滿在意他的出場序 比如說哪一位老師 題目在他前面 他就會不太爽 或者是說 別人三題他兩題 他也不太爽 那有一次是 已經明天要錄影了 他只是因為當天 他覺得 怎麼有個老師跟我同台 他就不爽 然後不爽之後 他當天 明天要錄影 他當天的下午退通告 所以命理界的老師 彼此有心結 然後我不願意跟沈玉琳同台 然後就發現 你發了這兩咖 他就覺得算了退通告 是那一位 命理老師 不過那一位現在 因為已經不在我們本節目了 所以我們本節目 都是好相處的老師 是不在的 還是不在節目裡 不在節目裡 命理老師有心結 是很普遍的事情 然後沈玉琳 聽說 都有妹主動貼上來 還送你貼身內衣褲 唉唷 我也是你給我聞的那一件吧 當製作人的好處之一 其實這也是 為什麼我們可以忍受 這麼差的投資報酬率 有一點點的小小的好處 我當時進這一行 老實講 我是為了 因為我喜歡楊玲 我希望進這一行 可以有機會可以看到楊玲 後來進了這一行以後 沒有看到楊玲 我也不想看楊玲 因為我發現 因為我發現其他的妹 都比他還OK 那薪水還好啦 就是跟一般商班族 還略多一點點 可是因為太勞累 一個禮拜要忙七天 點心而說什麼 起得要比雞早 跑得要比馬快 那吃得比豬還不好 可是我們因為忍耐 就是說 就是那一點點小小的滿足感 就是妹看到我們 會偷一樣的眼光 會想要接近我們 而且很多女明星 女藝人 巴不得你發她通告啊 那我曾經就是有一天 在那個KTV 就認識一個小模 那小模就整個晚上 就跟我這樣有說有笑 聽說那個時候 你只要拿製作人 這種名片出去 都一堆妹主動貼上來 沒錯 然後他就是跟我 閒聊一個整個晚上以後 就說希望有機會 可以跟我合作這樣子 然後隔幾天正好是我生日 我生日當天我就收到一個包裹 包裹都看過粉紅色的外觀 然後把它打開 什麼都沒有 上面有一些小小的裝飾 花瓣這樣子 然後一打開 三角形的 是一件女用的三角褲 然後我正在狐疑 我想說 它是要送我的 還是要送我女朋友的 這件是誰的 因為看起來不像新的 因為那個送頂帶有點略鬆 對 矯大冷氣這樣子 大概是38腰的 我就打電話給她說 欸 那個你這個是 對啊 對啊 我穿過的 台車 然後呢 然後還沒洗喔 有原味了 對 那我就把它收起來 因為我的天地有正氣 只要來附流行 對 所以你開場掛電話 他就要跟你講說 那一件880 然後我就收起來 那一個女生會 這麼的赤裸的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禮物的話 那就表現得很清楚 這就是一種象徵 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要找她幹嘛 她可以配合的意思 真的 那聽說不是只有大製作人 有這種福利 小飛也有 對 我曾經在試鏡一個女孩子 然後她 因為她穿的長裙 那因為我們節目上的需求 是她穿的那個連身洋裝 大概在大腿以上 所以我想要看到她 所以你要知道一個女孩子 要穿短洋裝 對 但是因為她來試鏡的時候 她穿長裙 膝蓋以上 大腿以上就等於沒穿 那你要叫她換衣服嗎 沒有 那我只是想要看到她的 就是小腿上來一點的 這個比例好不好看就好了 我說那你可不可以 把裙子撩高一點 看一下你的腿 所以她要撩到短裙的長度 讓你看一下她的腿 對… 所以… 但是她毫不吝嗇的 整件掀開這樣 然後把這件頭套起來這樣子 對 我當時很驚訝的看到了之後 我也很震驚的 用很專業的眼光 看了五秒鐘 才回答她的話 請問什麼叫專業的眼光 就是去評估她的比例 看那件褲子的質感類的意思 沒有 我看的是她腿的比例 對 然後我看了五秒鐘之後 才把話說出來說 還可以 我們五秒鐘後 下次穿黑的比較好 喂… 我看錯了 我們就專業了 你看腳看腳 我們不會亂看 好 那所以你其實也是有一個妹 主動貼過的經驗嘛 對不對 那小汪 你還跟名模 上八卦雜誌 哇塞 你看這像不像在演偶像劇 然後小汪你的造型側面 還滿帥的 F4耶 對啊 這像跳在偶像劇 傳播圈F4 有那個顏承旭的Feel 對啊 各位同學 這個是小汪跟王影平的 應該算是八卦雜誌的跟拍照 對 對啊 你怎麼解釋 就朋友去吃飯而已啊 就真的朋友吃飯 我們怎麼沒有這種朋友 那為什麼 那個曉飛都沒有這種朋友 對 我們沒有這種名模 我告訴你 要盯也一定盯得到 我們現在在台中比較難了 那小汪 聽說 因為你們麻將節目 一大堆女生 一大堆女藝人 一大堆有名的 沒有名的 素人的 那很多想要紅的妹 現在據說也會利用你炒新聞 我認知上我覺得算了 我覺得就還好 就是可能真的 我有得罪到別人或什麼 可是基本上我覺得 我們節目也真的沒有什麼好吵 麻將節目就麻將節目 又不像其他談話節目 可以比較多發揮 所以我覺得 好啦 只要被利用 我覺得就算了 有利用價值嘛 對 因為事實上 目前為止應該 我覺得還算沒有啦 我覺得 對 那聽說你有過前任女友 其實有幾位是女藝人 對不對 大製作人怎麼可以 沒有跟女藝人談戀愛 有偶像女性是嗎 偶像 旁邊 旁邊有見證的 所以有偶像歌手嗎 原偶像歌手 很可愛 是 是 曾經有交往過 對 對 所以當大製作人還是有 那時候不是製作人 那時候不是 對 那電視製作真的看起來是吃香喝辣好處 至少正妹一堆嘛 但是也有很多心酸血淚的故事 稍微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我們繼續回到節目現場 好 好 好